与其卖力讨好那些 对你早有成见之人 不若索性 寡情一些 反正你既无知情可依靠 也无知有可分担 厌你之人 比爱你之人多得多 没了葛氏 还会有其他人 不如对自己好些 对他人期待少些 活得才能更自在 活得才能更多 来 因家母年迈 未能远送 老夫哪有脸面 再让老庆姐远送啊 贤侄啊 你从小就好读书 家世不疑啊 你既有心继续求学 死去白鹿山 定学有所成 太公错爱 实对不住 你不认读书 你那不要自愧残肢 也不要自愧年长 古雷多少圣贤一把年纪了 才有成就 咱们比不了圣贤的成就 但是比比尽头总可以吧 待到以后你学有所成 返回故乡 一定要办一间学社 不论贫富 只要他肯读书咱们就教 好 到那时也不忘老夫 一片空心哪 成太公所愿 成成定乎复苏啊 好 阿父 小 reun Yep 小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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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找到 eat 吃 啊 酱 小婶 来 大利 我们有个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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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要去乎 记着 长假才是你的家 请舅母放心 我会的 大 日后 不要多听大伯父 大伯母的话 好了 长延到诵今千里 必有一别呀 大家请留步 告辞了 太公一路保重 拜托长兄长嫂 成成 谢过了 谢你 保重 保重 请 坐 坐 莹莹不必太难过 你外大夫大母作业 已经差人送信到白鲁山 带你阿夫到了书院 自会赢照服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